我说真的是便利店吗 我感觉我想走进了一个超市太炸烈了 深夜挑战在泰国最大的便利店要花多少钱呢 5块钱你就能够获得这么大一桶的泰奶 哈喽我酸酸一个飞滴到泰国 刚落地不知道去吃啥 听说泰国这边的七十一特别便宜而且保障 咱们今天就挑战看看花100块钱 在泰国的深夜便利店能吃些什么 走吧 今天来的是曼谷最大的七十一 它有两层冲冲冲冲冲 回上我们的车车出发 太炸烈了 哇这真的是便利店吗 我感觉我好像走进了一个白宝箱 小型的一个超市 好多都是没见过的呀 长见识了 当一个选择困难症 面对这么多的便当 真的很难敲 而且我还看不懂 就靠着吃货的直觉来敲 这个是鱼 这个应该是猪肉的 因为它有一个猪的标志 鲍鱼汁意面 番茄意面 奶油意面 猪肉罗勒意面 猪肉炒饭 还有这种滑蛋饭 这应该是达里饭 所以说是盲买 我还是有做过攻略的 听说这个大炮饭很好吃 还有这种超级baby size的盒饭 好小一盒 就跟我手掌差不多 上面这里还有一些饭团 烧麦 听说这个虾饺很好吃 还有这种水蒸蛋 咱们拿一个这个吧 庞心蛋 18块钱 两个 这个也有单独的 11株一个 还有一梯子的冷冻柜 这个看的图片很丰富 这边也有 这是粥 这个就是大家说 七二要很好吃的那个热鸭饼 我没想到它这样有这么多的口味 拿一个大家都推荐的口味好了 芝士的 下面还有很多的汉堡 36泰铢 拿这个试试 下面还有这种米汉堡 想来喝泰奶 好可惜泰奶已经没有了 这个是咖啡 这个是阿华铁可可 冰杯这里有两个尺寸 小的是八泰铢 大的是十泰铢 这里有好多的小果汁 碳涂食物 三石流汁 养的多 好奇全的味道 大瓶装的这个是450毫升 价格好像差不多 那咱们拿个小瓶装了吧 再拿个生姜口味的 花一个大瓶的钱喝两个口味 哇 这奶在打折 6块5 不拿白不拿 这边应该是减脂区 烤玉米耶 还有这种整根的玉米 花生 马蹄 哇 还有烤南瓜 烤红薯 下面这些是火切 这边还有一些蔬果耶 香蕉 十块泰铢 各种各样我没有见过的泡面 那比小薰你怎么在这里 打折吃 还有各种各样可爱的小糕点 椰子味的小鸭子 哎 这种被人吃了一口吗 咱们拿 面这个 哎 这个 斑兰糕 试试试个吧 这个看着也挺好 一排的饮料柜 哇 好多口味的薯片 听说这个口味很特别 这里全是西湖美妆的小样 这边是米 还有做饭用的调料 各种的罐头 鸡蛋也有的卖 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两个小姐姐帮我加热 深夜能获得这么多的美食 真的很满足 她还给了我这么多烧子 不过我自己带了餐具 我一会儿会拿下去还给他们的 买了一个超大冰杯 咱们先倒入乳酸菌 再加上这个石榴果汁 好漂亮的颜色 一杯自制的乳酸菌石榴汁 先来尝一下这个鸡肉打抛饭 罗乐业好香啊 有点辣耶 好好吃哦 它的鸡肉特别大一颗 而且肉很嫩 它这个打抛饭的鸡肉 还带一点点微微的甜 它有一点辣辣的就特别的开胃 很好吃 来尝一下这个哈密瓜味的奶 你们最爱什么口味的奶 我打算再尝一下这个 虾饺 它像那种干蒸的皮啊 里面是真真实实的有虾肉的存在 很像我在早茶店吃到的那种虾饺的口感 它的皮很薄 还带点油香 这很好吃啊 还有这个烧麦串 这真的是图片与食物高度相像 它是能吃到一点肉粒的块状感的 有点普通耶 我觉得这个没有虾饺好吃 吃饭吃饭 猪肉 咖喱饭 我好像get到了它的吃法 应该是这样子 合体 倒下 完成 咖喱饭 咖喱拌饭真的太诱惑了 它的土豆煮得绵绵的 胡萝卜又会带来一点甜 我真的很喜欢吃便利店的米 它就特别的香 特别有弹性 但是我觉得打泡饭 要比咖喱饭更加值得吃 等我明天再去尝一下 泰国本地的打泡饭是什么味道 咱们再来尝一下这个吧 这个是我看大家都说 很好吃的 芝士三明治 买好了之后 他们还会帮你加热的 可惜已经有点波拉萨了 里面芝士给的也特别足 咸咸的口感 带点奶香 我喜欢这个边边 吃起来很香 外脆内软的好吃 再来尝一下这个 这个是水蒸蛋 上面还有一点点肉末 好嫩啊 就跟自己在家蒸的一模一样 蛋的底下是肉 这杯可太好吃了 这个 还有一个汉堡 哇 植物和包装袋 高度相似 它的这个肉饼里面 有一点点黑胡椒的味道 面包松软中带点嚼劲 搭配上里面的酱油 一种普实的好吃 而且这个酱不是 钻铁酱哦 是泰式 甜辣酱 还有一个香蕉味的 相比香蕉我更喜欢哈密瓜 再来尝一下这个吧 我就是看了它料好多拿的 是一份清汤米线 烤蛋的味道 我就说它为什么这么淡呢 差点忘了 它这里给我配了酱的 这是糖吗 有点像在玩小厨房的感觉 不知道这些都是啥 全倒吧 它从一碗结巴的汤 变成了一碗浑浊的汤 差点忘了我还买了鸡蛋 哇 它是温泉蛋 我把这个蛋戳破 让它拌着米线一起 它的蛋黄是有一点点冰冰凉的 搭配上热乎的米线吃起来 很特别 哇 这个蛋它一点也不腥 米线是没有任何嚼劲的 是非常好咬罐的 汤汁略大一点浓稠 还有鞍唇蛋 它喝起来 辣辣的 又带一点点酸 这个口味太复合了 一碗里面有好多的味道 还有笋在里面 它有一种好吃又不好吃的感觉 这是一碗粥 我觉得这种份量小的食物 真的好适合 我们这些啥都想吃的人 是那种超浓稠版的粥 有香菇 还有整颗的肉丸 这个粥就像米糊一样 完全吃不到一点米粒 我这里不是还剩了一颗蛋吗 我打算把这颗蛋给它倒进去 将蛋和粥充分的搅拌一下 摇身一变它就变成了窝蛋粥 它可能看着黑暗 确实是好吃的 有了蛋液在里面加持之后 这碗粥它就变得更加的滑 这个冰杯也画得差不多了 画了一点稀释后 更加的清爽清新 达到了最后的甜品环节 真的特别好奇泰国的斑兰 这是斑兰糕 它口感有点像那种松糕 QQ弹弹弹糯糯糯 微微的甜 咀嚼的过程中 你能尝到它里面的那种香味 这个好好吃啊 口感特别好 这个我推荐 这个特别好吃 再来尝一下这个 这好像也是一个斑兰的糕 它不一样 它还会配包椰浆 应该是要搭配上椰浆一起吃 它一挖起来就散了 它像那种超级绵密版的绿豆糕 而且它那个椰浆是咸的 斑兰又是甜的 它们真的好会甜咸搭配啊 它长得好像糯米糍啊 单独看它像不像一颗蛋黄 它的皮真的有点像蛋黄酥那种 但有点韧劲的 里面是很浓郁的那种 咸蛋黄油沙的感觉 越品越有味 我觉得它如果在国内的711有的话 受众群体一定超级多 6.5泰猪的牛奶 折人民币就是一块多 巧克力奶 复合口味的薯片 果然很泰式 味道有点像青瓜和柠檬的混合体 我感觉我吃下去的每一片 都会出现这里不同的味道 换了一家便利店 试试这个 这家便利店有猪肉打抛饭 打抛饭上瘾了 这个刚刚在便利店就特别想拿了 再来试一下这个吧 哇这一家店也太难 买个冰杯 它这里有三个尺寸 那个26的 我都要买单了 我看到了这个 斑南吐司 买完单教你们这两个怎么用 这个大杯的只能用来装冰块 来这里打冰 可以打满 不 这个大尺寸呢 就可以打泰奶 萌萌的一杯 回去把它组装起来就好了 我又晚在而归了 我刚拌完入住 现在是泰国当地晚上的凌晨45分 刚刚在那边的店里没有喝到泰奶 不甘心 发现酒店楼下的711就有泰奶 这杯冰是10株 这杯奶是16株 责任命币差不多是5块钱 你就可以获得满满一杯的泰奶 嗯太满了 这里面大概还有半杯呢 甜是真的甜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冰 来吃点热乎的吧 这个是猪肉的打泡饭 刚刚吃的那一款是鸡肉的打泡饭 哇超级香 还有一盒这个鸡翅 好香啊 洗过手了我就直接拿了 看它这个鸡皮边边是真的烤焦了 好嫩的这个肉 它是甜口 它还带一点点辣 还有炭烤风味呢 大家来泰国 认准这个鸡翅羹 好好吃啊 一个素食怎么可以做的跟外面烤的英文一样 来尝一下这个打泡饭 听说便利店的打泡饭不比外面卖的差 哇这一口香飞了 它比鸡肉的那个还要更好吃 好香啊 汤的米特别好吃 松软中又带一点嚼劲 里面的那种香料的味道 有一种上头的好吃 会让你一口一口停不下来 而且猪肉的要比鸡肉的更香 走的时候都想打包几个 放在行李箱带走的程度 超好吃 它就是后劲反上来的时候会有一点辣 又是崭新的一杯 再来尝一下这个汉堡 已经很饱了 但是这个汉堡它给我加热了 哇鸡肉汉堡 哦 普遍与食物高度相符的汉堡 这个太好吃了 鸡腿肉超级超级的厚 里面有好多的汁水啊 夸张到每一口都在嘴里爆汁 看这汁水 哇 我还找到了这个斑兰面包 上半股市隔一小段距离 就有一家711 所以没必要去那个最大的711 这是没有吐司边边的吐司 特别软 把它撕一下 这半边就可以留着了 斑兰味其实没有特别明显 吐司很松软 试着很舒服 可以当早餐 我剩下的装回去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水 好像是一个什么茶 尝尝看吧 像是发酵过的菊花茶 勉勉强强奇奇怪怪 可以接受 不难喝 但是也不好喝 好啦 整体来说 我觉得泰国的711 还是非常值得去逛一下的 宝藏东西真的很多 感觉每一款都是又实惠又好吃 我已经开始期待 接下来泰国之旅的觅食了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喜欢本视频 不要忘记给刺刺点赞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晚安